嗨嗨 我是雪兔 今日我们要来玩的是Rubux的胃朋友 这一次呢雪兔把僵尸珠也拉过来玩看看了 诶 你怎么跑得这么快啊 因为我有这个啊 Premium 呃 你竟然 高级会员 不过你已经是Premium会员 我有买呗 各位啊 胃朋友这边 雪兔呢 跟僵尸珠研究了一些些小小的技巧呢 可以跟大家来去分享 比较好的可以快速上手 我们刚刚以为啊 我们去了世界3啊 世界5啊 会换个区域 结果不是 无论你是去世界3 世界5 或是在哪个世界一百都行 你都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可是呢 你的那些蛋啊 还有这个背景 会去换 它就只有这样的差别 我觉得它真的很省诶 很厉害诶 就不用说什么 哦 可能还要做下一个地图啊 要破啊 没有 它就做这个地区的布置 省到一个极致 可是它能课金的要素呢 比想象中的还多 在上一集呢 雪兔是有在讲 诶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自动啊 还有一些抽蛋啊 好像没有那么的方便啊 诶 我们终于在这一次是看到了 怎么去做设置啊 上次雪兔自己玩是没看到这么多啦 就多亏了 僵尸猪 啊 它的眼睛比雪兔还利 就看到了一些可以去设置的点 那各位观众朋友们 如果喜欢这个魏朋友系列的话 不妨在下方点个喜欢 如果超过一千个人点个喜欢的话 那下一集 雪兔就会直接着手来去做拍摄了 这个魏朋友最近的火度呢 也是非常高啊 也可以不用说磕太多金啦 我觉得这款游戏 诶 比想象中的还简单 它并没有所谓要打宝箱的这种战力 它就是一直丢 一直丢 一直丢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这些 Rodplus的影片的话 也不妨订阅雪兔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准备来开玩吧 首先 这一个手上的朋友呢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为什么会丢到别人 就可能有一些你不认识的啊 或者是你不想要丢某些的朋友 你看他根本就不熟 我就不想丢他 那该怎么办 从下面有一个 Friends啊 那个点下去 你就给你选你要丢谁啦 没错 可是有些人例外哦 蛤 有些人例外哦 为什么 你看我手上这个 你看我手上这个名字是彩色对不对 他是名人 所以名人一定会被丢就对了 对这个名人就是 Rodplus有名的任务 几个他就会出现让你丢就对了 对然后他这个名人呢 会解你的任务 像你现在打开任务 第三条有个Celebrity Eater 哦有看到耶 我没丢过耶 你没丢过 对我 我还是Level1 我丢过President 从我模拟器的作者 好扯哦 这个是你有加到他才可以丢 还是说他真的是随机性出现 随机出现啊 像我刚才刷这个 想说给你看看 然后地板上的星星呢 上次有讲过是可以来去做强化的 不仅有强化也可以拿来去做购买 无论是你要买能量买转盘 或者买宠物 是新手朋友的话 会比较推荐直接来去积攒这个 活动的币 夏日活动 所以他是拿我们的鸭鸭 可以来去抽 那每一个蛋呢 他的几率性是不一样的 最花钱的 当然他几率性就比较高一点 他拿到Summer Monkey 我不知道他这一个等级会叫什么 他这一个拿到的几率是0.1% 0.1%在某种程度上还算是蛮高的 就差不多是我们在抽大虫的概率吧 而且他原来是可以练 哦哦我一直在想怎么去让他升等 原来是他自己会练等啊 你丢朋友就会有拿到经验值 他就会升等 哦原来是这样让他升等的啊 然后你就会丢的比较圆 合成怎么合成 四个一样东西就会变成golden golden四个一样再上去就变虾妮 虾妮再上去就变霓虹 四个一样的 对啊但你可以花钱让他变成 你只要三个一样的 就是你上次看到那个三合一 哦三合一就行了 哪一个课间会比较推荐啊我看一下 自动重生吧 哦对 就给挂机了 各位重生这一块 他都要你一直在这边看着 如果他到顶的话其实也不会怎样 但如果你想要最大化自己的能量的话 那按自动重生会比较好 因为这个挂机其实 他自动丢是在我们的 左上角这个点下去他就会自己丢啦 啊对就是这么简单 你左上角只要点下去他就自动丢 我这个是在今天跟僵尸珠玩的时候 他才跟我讲 诶有自动丢耶 不是没有是我们没看到 染料又是什么啊 其实我这个有点不懂 哦你还没买火箭吗 没有没买火箭 这里可以买火箭啊 火箭的用途是干嘛啊 你可以手动让你的朋友再继续往前噴 啊 现在可以买到 2.5B的我买一下装备 我还没有用过耶我看 我丢一个 按BOOST他就会自动再往前飞一段时间就对了 碰白键也可以 哦 原来还有这一个办法 换一种三圈四圈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中场休息吗 不知道 因为中场休息的时候他会把你的星星重置 就是你下面那个力量会重置 为什么啊干嘛重置啊 因为你可以一直收集星星然后提升那个力量 你提升力量之后你丢的会更远 你丢的更远拿到能量就会更多 是遇到那个Sharash吗 啊我有遇到吗 有啊你就那个BGM突然变得不一样 你就想说这是什么东西 哦对对对有耶 诶有我们上面其实有块了耶 对啊就是收集到那个我们就可以快速开始 你也可以用课金买啦 但有点炫富 我看我来拉那个拉霸好了 拉霸目前现在最好的宠物 是50M的 他应该是世界越高然后你可以拿到的那个 就越好才对 他最新的世界是浅浅世界 浅浅世界第12 哦他现在世界其实开的没到很多耶 才12而已耶 来啦我来抽一下那个 鸭鸭 诶又是Kitty耶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都是兔子 我这样的话我可以把四只给锻造 可是 你要有那个呢 你要有其他好一点的宠物去撑 因为他其实没有到质变 他就倒两倍而已 啊你四只换两倍 好可怜啊 哇变烂了 他有去开这个耶 Groopochest 这是什么东西啊 之前的宠物模拟器不是加入群组会拿到宠物吗 嗯 啊这个是一样的 他是加入群组 然后会每四个小时可以开一次这个箱子 加哦 那他的东西有比较好吗 一堆能量 然后他会有被动增加东西 像是加速度跟加能量 然后你如果朋友在同一个伺服器 实际也会加能量 如果你只有 就是力量变强就对有关系 好如果你在野生伺服器 会有人一直丢交易邀请 那你右下角那个Trad按下去 下面有Trading is disabled可以按下去 右下角哪里 就是重生下面有一个Trad可以按啊 哦 哦原来可以在这边阻止交易蟑螂啊 而且他这边吃星星是大家不会互抢欸 这款游戏 我觉得还算满治愈的啦 他其实就是一种挂机游戏 有些人会发现到说 可能雪兔最近好像不是这么常玩宠物模拟器 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不知道宠物模拟器最近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无论是壁值大砍架 还是玩家流失 又或者是更新进度减缓 就是整体的热度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趋于平缓 而这一个现象大概从上一次的钻石更新之后 尤其明显 钻石更新过后大概整个玩家们的 钻石的价值性就开始慢慢下降 再来的二号就是 宠物模拟器的更新 从一周一次变成两周一次 那你就这时候就可以感受到 玩家渐渐的变少了一些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啦 但我是挺有感的啦 都可以关注他们的推特 他们有时候会丢扣子 第一个是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他的 这一些名字是什么 第一个是磁铁的距离 直接升一下 然后第二个是宠物幸运 第三个是蛋的价格 第四个是你磁行星会拿到的力量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火箭的燃料 感觉先点淡淡幸运吧 没有吧我都是点磁铁 我觉得你言之有理 我也决定升一下 舒服多了 开始磁吸之后真的很舒服 早该先升了 你在越后面的世界 就拿到能量可以越多 看你头上上面写了 你现在乘多少 乘十二 我才乘七点 我怎么会差那么多 可以可以我换了 十二了 十二了 你是可以走进去了吗 现在还不行啦 但现在可以了 我这里买 太爽了 爽了 这样子感觉VIP要早点开会比较好 因为你在拿那个任务的奖励的时候 你VIP会顺便拿到后段的 哭啊 我拿到那个了 宠物模拟器的作者 真假 你看你看 好扯喔 各位 倘若你们真的想要来去做客金 以现阶段 听歌一个劝 先客我们的 双倍的 电源 跟双能量 我觉得这两个 还有我们的 自动重生 自动重生 对这三个先客 这个如果真的要去玩 有比较好的体验 果然推到后面的话 这三个只要弄好 然后你就开始挂 挂给 对就挂机挂到后面 你就可以很快的到可能 第十二的世界 那届时你要开始抽蛋的时候 再开始考虑要买幸运跟 超级幸运 那倘若你真的觉得说 抽蛋抽太慢 这时候再去考虑三重孵化 那如果你觉得都还 已经到了你的上限值了 你再考虑买加五宠物 最后的话 应该就会是那个宠物寄存 跟速度这些比较无关痛痒的东西 巨型磁铁我觉得倒可以不需要 因为巨型磁铁它的好处就是 我猜就是可以站在这边 直接把所有星星一直吸 你忘了贵宾 贵宾我克了 有巨型磁铁就一定要克贵宾 简单的工艺 看你的情况 因为简单工艺是让你抽宠物 可以比较快的去把它合上去 可是我觉得简单的工艺 可以不是顺位这么高 我觉得它的顺位应该没那么高 还说在这边可以抽到一个猪猪 Let's go 没有 那个勇圈猫 我还行啦 勇圈猫 勇圈猫 我抽到猪了 一提 白痴啊 干嘛 干嘛 你要重生了 我刚刚抽到一提的能量 直接重生全部给归零 气死我了 天哪 能重生能关吗 天哪 我要先把它关掉 救人喔 好啦 那各位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喜欢这个 为朋友的影片的话 不妨在下方按个喜欢 留言给雪兔 让我知道 诶 你们有没有在玩这一款游戏 如果对于这款游戏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 小pepper 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跟雪兔讲一下 目前我是没办法来去抽些什么宠物给各位 因为光是活动宠 其实就已经比雪兔现在拥有的宠物还来得厉害了 除非啦 我们真的是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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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金蛋 克金蛋 真的除非我们买这个克金蛋 我买一颗看看好不好 独家蛋 来咯 好 超烂 死死 吐了 呃 呃 呃 最烂的那个 呃 呃 我来看一下 哦 哥哥们 1.5比1 僵尸珠你看到了吗 17圈 这就是金钱的地点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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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再按一个 我决定再按一个 那就是我阿Key买通行证欸 我冲到神话的 神话是11%的 我看11%的 几多 25V 哇 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给你看 好扯喔 全箱欸 给你看看 什么叫做 克金 我想丢阿神 好了 我们现在要把自己的力量 最大化 来吧 看到我的力量 52.4B Let's 嘎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怀念他 超多圈欸 火箭升空 追不上欸 怎么办 哈哈哈哈 你说你抽到什么 竹竹吗 付出回去 欸这款游戏真的算是某种程度上的配图 50圈欸 40圈 谢谢 17圈 超狠欸 好啦 那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就下次的影片再见啦 拜拜拜拜